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 富里乡永丰村蚊子洞桥 受海溃台风重创 基础下陷 桥面弯曲 再后 县政府是向中央争取 获得了合定4800多万元的附件工程经费 那么为了确保施工期间 民众的通行交通 县政府也同时向经济部 水利署 地久和川分署来协调 并且在去年年底 同意开工施作临时变道 预计会赶在农历年前施作完毕 蚊子洞桥位在富里乡永丰村 因为海溃台风影响导致 河道水量过大冲刷桥梁基础 造成基础部均匀沉陷 桥面明显弯曲 有危险之余 灾后 县政府向中央争取重建 获得合定4814万2000元半礼附件工程 目前已经在规划设计阶段 那这一条桥在杜树瑞台风之后 因为这个桥面 桥体有整个下限 所以同样有得到这个核定的公文 现在如果有这个妨碍到大家进出 那就尽情见谅 我们一定尽快把它完成 为了确保民众通行权益 同时向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属协调申请 取得同意在下游处施作临时替代便道 已经在去年的12月29号开工 预计农历年前施作完成文子洞农路便道 所以一直不断跟我们九河局和这个水利署来 这个确认我们如何去做便桥便道的位置 和施工的工程路段 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农历年前 把我们文子洞农路便道的部分 尽可能在农历年前把它完成 让我们的返乡的家人 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便道来这个行驶来使用 文子洞桥民国71年12月竣工 桥林已经超过40年 桥梁总长45.05公尺 宽度5公尺 单车道 未来这一座桥将会有重新面貌 目前现阶段县政府先是将便道桥做出来 让民众方便同行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报报道